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美国政客会见蔡英文的相关问题提问 对此 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美国国会有关议员访问台湾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有关政客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停止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利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